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 爱听故事的小朋友 千万不能错过 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佩珊姐姐 小朋友们 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耶稣在海上行走 我们在前集中知道五饼二鱼的神迹 耶稣用了五个饼两条鱼 就喂饱了至少五千个人的肚子 那耶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 又或是他要展露了什么样的神经呢 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 耶稣行完神迹之后啊 他就随机催着门徒上船 接着他们要渡到另外一边去 然后呢 众人啊都默默的散开 回去自己的家中 接着耶稣就独自上到山上 他去祷告 那到了晚上啊 他一个人在那里 那个时候啊 有一条船在海中间 可是因为风实在太大了 被浪这样摇来摇去 摇来摇去 在四更天的时候啊 半夜凌晨的时候 耶稣就在海面上行走 而且呢 他走的方向就是往门徒的那个方向去 门徒那个时候啊 就是还在熟睡 可是他们就听见有声音 他们就揉揉眼睛 他们就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 他们就非常害怕 天哪 有鬼怪耶 天哪 那个是什么 怎么会在水面上行走 他们就开始很害怕很害怕 开始大喊大叫 那耶稣呢 就急忙的跟他们说 哎 你们放心 是我 不要怕 紧接着 彼得就说话了 彼得就说 主啊 如果是你 请你叫我从水面上 走到你那里去 哇 彼得开口了 向上帝求一个神迹就是 耶稣 你可不可以让我 也从水面上走过去 走到你那里去 耶稣就说 你来吧 接着 彼得就从船上下去 他就走在水面上 要往耶稣那里去 哇 这是一个多么美的画面 当耶稣说 你来吧 彼得就因为信靠主耶稣 他就从船的上面 离开了 就也行走在水面上 他能够跟主耶稣 一起在水面上行走 但是 因为外面的风 真的非常的大 浪也好大 彼得就非常非常的害怕 他就觉得 他要掉下去了 结果下一秒 彼得就 就掉到水里面去了 他就大声的喊着说 猪啊 救我 耶稣呢 就赶紧伸出手来 拉住他说 你这个 小性的人啊 为什么要疑惑呢 紧接着 耶稣就把彼得拉住 接着他们一起 回到了船上 而风也就止住了 而在船上的所有 门徒都看见了 就接连下拜 对着耶稣说 耶稣你真的是神的儿子 从今天的故事 我们可以知道 耶稣在海上行走的神迹 然而 在这个神迹当中 还有一个插曲 就是彼得 彼得看见主在水面上行走 他就说 耶稣我也想要在水面上行走 而耶稣也印着 他的要求说 来吧 你来吧 而彼得也听从主耶稣的话 就从船上 要跟主耶稣一起行走 在水面上 但是当彼得把眼光 转向这个风浪的时候 他就不动掉到水里面去了 而耶稣就说 你这个小性的人啊 为什么要疑惑呢 是的 当他的眼目 定睛在主耶稣的时候 他就跟主耶稣一起 漫步在水面上 而且可以往耶稣的 那个方向前进 但是当彼得 转眼将他的目光 转向风浪的时候 他就沉下去了 但还好的是 他还知道 要大声地喊着说 主啊救我 而耶稣也赶紧伸手 拉住他 耶稣也拯救了他 然而也经过这样的经历 让他们再次见证到 主耶稣真的是那一位神 真的是神的儿子 真的是与他们同在的那一位主 哇 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们 我们不要以为跟从主 只是一个决定 不但是一个决定 当我们决定要跟从主的时候 我们的目光就要紧紧地 跟着主耶稣 因为他会带我们走一条 看似不容易的道路 看似危险的道路 但是他都与我们同在 甚至在我们软弱 掉下去沉下去的时候 当我们大声呼喊说 主耶稣救我的时候 主耶稣就会伸出手来 拉住我们 拯救我们 那接下来 耶稣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刚刚陪神姐姐分享的故事 都在圣经里面哦 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